申巴体坛三层皮一针这期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中来球 今天啊胖中跟各球兵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 中国男篮出征菲律宾的14人的大名单 在今天正式公布了 那么可以说呢 对于广大的中国男篮的球迷来说呢 也是非常的期待这份大名单的正式出炉 因为从我们最初公布了27人的集血名单 到后期包括韩德军殷商退出 包括第一批五人的裁员 再到后期我们的三大核心 易建连郭爱伦等三人也是退出了 是吧 再到后期包括孙明辉啊 等等一些球员 也是陆续的传出来 殷商退出国家队 那么随着这一批又一批的裁员之后呢 中国男篮在今天上午 也是正式的公布了这一次出征 菲律宾南篮亚裕赛的14人的大名单 那么这14人中呢 将会由三名中锋 以及五名锋线 外加六名后卫构成 那么在这里呢 胖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 简单的来捋一捋 分析一下这一个 我们中国男篮的一个14人大名单 那么首先来说 我们的三大中锋 三个五号位的球员 分别是周琦 沈梓杰 以及刘传星 这三个人目前来看 在意见连 王者林等人退出之后呢 他们三个入围 也确实是一个 无可厚非的事情 没有任何悬念 那么同样 在三号位和四号位 也就是我们的封线位置上 目前来看 一共有五个人入选 那么分别是来自于 广东队的内线双合 是吧 周鹏 以及任玉飞 那么再加上 两位留美精力的 两位天才小将 一个是来自于辽宁的 张志玲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 北京的 曾藩国 同样的还有一位 来自于广州的 混血小前锋 助名阵 那么这五个 风险球员 来撑起我们的 三号位和四号位 目前来看 还是非常 颇具新意的 那么这一次 尤其是这两位 有过留美经验的 小将 曾藩国和张志玲 两位运动能力 特别强的球员 他们两个成为了 在后丁岩宇航时代 我们中国篮球 最被寄予厚望的 两名小前锋 能够看出 杜丰也是对于 这两个人寄予厚望 希望两个人 能够未来撑起 中国篮球的 风险的位置 那么能够看出这一次 这两个人也势必 会得到大量的机会 在这一次 南篮亚裔赛上 获得更多的一些 出场表现的机会 那么杜丰眼下 不只是为了 这一次南篮亚裔赛 更是为了更长远的 我们的2024年的 巴黎奥运周期 为储备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 集训名单中 我们看到了 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 优秀的天才小将入围 那么这都是 未来我们中国篮球 长远去打造 培养的一些 重点的天才级的小将 他们都是 未来中国篮球的希望 那么当张志玲和曾藩博 这两位天才级的小将 真正的能够 快速成长起来之后 或许这两个人 将会成为我们 中国篮球未来 崛起的新的希望 成为我们中国篮球 立足于国际赛场上 提升我们核心竞争力的 两个基础和保障 所以说呢 这两个球员的入选 在这一次的南篮亚裔赛 上的表现 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也非常有望 在杜丰的打造之下 来捏合打造成为 一个是未来我们的 亚洲第一封线组合 这也是完全值得可期了 因为这两个球员 他们的打球的风格 亲烈性 他们的运动能力 他们的能跑能跳 能吐头扣的风格 这两个人 如果说在场上联手 确实是那种 各种的贯框的表演 确实能够打出 让人血脉喷嚷的感觉 那么这也是我们所要 期待着中国篮球的 完成华丽蜕变的一种状态 那么同样 再来说一下后卫位置上 那么后卫呢 其实这一次杜丰 一共是招入了10名后卫 那么陆续的 随着郭爱伦啊 孙明辉等人的离队 陆续陆续也都是完成了 相继的一些裁员算是 那么最后时刻 鸭绍的杜丰 也是又裁掉了两名后卫 也是两名自己此前 非常欣赏的爱徒 一个是来自于山东的高世炎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 新疆的于德豪 那么在这两人被裁掉之后呢 也就意味着 剩余还剩6名后卫 将会悉数的入围到 这一次的14人名单 那么分别是来自于 你像广东队的 这个徐杰和胡明轩 来自于辽宁队的赵继伟 来自于这个浙江筹入的 吴钱和陆文博 再加上广沙的赵严昊 这两名后卫 也是组成 撑起了我们整个 一号位和二号位的 这么一个体系 那么目前来看 其实这一次14人大名单 出征亚裕赛 但是最终进入到 比赛名单 报名的只能有12个球员 那么所以说 我个人认为 其实风险位置上的 朱明镇 以及后卫线上的 徐杰这两个人呢 非常非常有可能 是作为一个 替补轮换球员来使用的 作为一个后部球员 当然了 一切还都根据着 比赛的对手 以及各个球员的状态 伤病等等 综合各种情况 来最终的做出一个 临场的指挥和变动 那么一切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在杜丰的一个 运筹帷幄之下 目前支持中国南篮 呈现出来了一种 朝气蓬勃 积极相伤的态势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在杜丰的领先之下 在这一次亚裕赛 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杖 吹响我们中国篮球的 冲锋号 好了 那我们期待胖州的 喜欢胖州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的贴贴贴贴贴 聊段球